這個頭戴是目前號稱市場上最舒服的頭戴 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新買的Crest 2頭戴 今天就是要介紹我們這款在國外非常火紅 在YouTube圈非常火紅的一款頭戴 就是我們這個BOBO VR M2頭戴 它最厲害的點就是它做了非常多塊的皮革材質 來包覆住我們整個頭 一塊 兩塊 三塊 分別在我們的後腦勺還有額頭還有頂部的地方 提供三塊的皮革材質來包覆住我們整個頭部 我自己原本是戴這個精英頭戴啦 如果你要拿這兩個來做比較的話 這個精英頭戴就很像你在做一般的椅子 拿這個M2的話就很像你在做沙發 沙發跟一般椅子的比較 你就知道這個中間的差異 那今天就簡單做一些M2的開箱 然後還有這個精英頭戴跟M2頭戴的比較 如果不想錯過更多的VR相關影片 或是開箱影片的話 那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一起來進入今天的開箱影片吧 首先來看看這個盒子的外觀 有點像是Oculus原廠的盒裝 記得這個背面有附標籤 來證明這個是正版的 打開來我們可以看到頭戴本體 然後一個說明書 還有一條黑色的綁帶 BOBO VRM2它擁有非常時尚的外觀 米白色的外殼加上黑色皮革 中間夾帶一點銀色的旋鈕 質感非常的好 頭戴本體除了有兩個角度調節旋鈕 可以自由調整配戴的角度 還有三大塊皮革軟墊來包覆你的頭部 分別在後腦勺、額頭以及頂部 後腦勺跟額頭這塊的軟墊 是可以做拆卸更換的 頂部的則不行 軟墊部分非常的厚 大概可以用手指壓進去 0.5至1公分 戴起來非常的舒服 因為額頭以及頂部 這兩個地方是直接靠在我們頭上的 大大分散掉眼鏡主體給我們的壓力 不會造成前重後輕的感覺 雖然原廠有附這個綁帶 但是基本上這個頭戴提供了各個方向的施力點 所以這個綁帶基本上也用不到了 最後就是這個頭戴的拉緊旋鈕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配戴方式吧 M2本體也包含兩個角度調節旋鈕 可以依照頭型以及個人喜好 來調整出最適合自己的配戴角度 這邊就提供幾個配戴上的建議給大家 第一點 首先是個皮革軟墊的額頭部分 不要調整到我們的眼罩後面 這樣你不僅沒辦法貼緊我們的額頭 也會把頭盔重量往前分配 我自己大概抓的角度 就大概在眼罩上面一點點就OK了 第二點 因為M2採用的是滑進凹槽的設計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推出來一點 然後你可以有更多角度做分配調整 第三點 剛剛第一個角度調節旋鈕 會固定住不變了 再來就是這第二顆旋鈕 我通常就是靠這顆旋鈕在做戴上以及戴下的 這邊建議大家可以把它調整 跟頭盔差不多水平高度 或是降低一點就可以了 不要調到太低 不然會造成你前面的眼睛過重 OK接下來我們就來比較看看 兩款的頭帶到底有什麼差異 還有我自己的想法吧 首先當然就是我們的舒適度體驗 舒適度體驗 這個M2無庸置疑它非常的舒服 不管是它的角度配重 還有它的配戴舒適體驗度來講 它真的太舒服太香了 還記得兩個月程的影片 我還在拍那個原廠的便當袋 還有精英頭帶的比較 我真的疏難想像有人會花25塊美金 去買這個便當袋 這便當袋真的 真的超垃圾的 我真的寧願Oculus 直接在主機上面 增加價錢給我們 然後它起碼是附一個精英頭帶 因為有些人他就一次買 他就想要 就像我啦 我一次買完 我就想要有很好的體驗 可是你東西 你東西CP值高 那沒錯 那給大家很好 那可是你 你給人家的 佩戴的舒適體驗不佳 那有很多人就會打費糖果 價錢上可能直接貴一點點 那我們就最起碼 最起碼就直接附一個精英頭帶在裡面 不要再附這個便當袋 這便當袋真的太垃圾了 總之我們也從一開始便當袋 然後進階到精英頭帶 再到今天的M2頭帶 也算是一直有在進步啦 第二點我覺得就是整體的堅固度 我覺得M2的堅固度 反而還比精英頭帶還要差 因為他的這後面的這個旋鈕 我覺得他的力回饋感是比較不足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旁邊這個伸縮塑膠 所以造成他的整個旋鈕會比較 力回饋感沒有這麼的好 轉起來 我覺得這個精英頭帶轉起來的感覺 不會有那種感覺隨便轉一轉 他就感覺快要斷掉的感覺 這個裡面的卡榫 他做的比較深一點 那這個我的猜測 要嘛就是這個伸縮的塑膠 他做的比較薄 要嘛就是他裡面的 凹槽沒有做的這麼的深 所以導致他 給我的力回饋感沒有那麼好 國外很長 斷掉在這個殼這邊 因為他這邊是最薄的地方嘛 M2頭帶一樣也會有這個問題 那只是M2的這個 他更薄了一點 我原本想說 看精英頭帶在國外的災情 是那麼的慘重 他就已經夠薄了 然後結果這個M2 然後比他還要薄 我所以我自己在使用上 我就特別小心 那因為我有加那個賴群 然後賴群上面有大家 我沒有特別看 好像是說什麼用電火布 直接去給他做一些加強 我覺得滿 大家都滿有創意的 第三點我覺得差異就是在這個 卡榫的地方 精英頭帶他是直接把整個 給他卡榫進去 這個M2頭帶 他是用凹槽滑軌的方式 去推到裡面去 只是M2的這個卡榫 算是卡的滿緊 那當然這個凹槽滑軌的部分 用久了我不太確定他會不會 比較鬆一點 然後會導致他會 會可能會滑落出來撞 我自己本身我也有買這個 增強音效的 他叫做AMVR 他主要就是讓我們 能夠帶進去的時候 然後他可以 讓這個音效增強 這樣子 精英頭帶他就有辦法 因為他是直的嘛 所以他有辦法插入這個 那這個M2頭帶他就沒辦法用這個 我自己的比較啦 那如果你沒有買這個 那就沒有差異 OK 那今天我們就來做一些總結吧 我們一開始原廠買這個 我們一直在講的原廠便當袋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包覆感 只有一套綁帶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個 精英頭帶 精英頭帶他不只有 多了這個後面包覆後腦勺的塑膠以外 他在後面也做了這些旋鈕的設計 那我們戴上去的時候 非常的方便能夠穿脫 我們只要把它鬆開跟旋頸 再來就是我沒有買的唱丁頭帶 我們的升級開始往額頭這邊增加一塊軟墊 除了增加舒適感以外 也增加了配重的調整 雖然我沒有唱丁頭帶 但就我知道了 他也是一樣在後面這個有包覆感的軟墊 在額頭這部分有增加了這個軟墊 然後在頭上這邊一樣有綁帶 然後背後一樣有旋鈕的設計 最後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M2 我覺得他算是 整個頭帶裡面升級的最中款 無論是你在佩戴的舒適度 角度的調整 或是你的配重的設計 他都做得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就是這兩塊 塊我們講叫做螃蟹熬吧 他跟唱丁頭帶最大的不同點就是 他多了這兩個 有了這兩塊之後 我們基本上就擺脫掉 我們不需要再用綁帶了 我們可以就像個戴個帽子一樣 這樣子戴進去 這樣子就OK了 我們不需要再有頭頂內有個綁帶 然後導致我們的頭髮 可能戴久了 會有那個高速公路在中間一條那種感覺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follow我就是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拜拜